由于俄乌冲突导致粮食出口受阻,春季农作物的供应受到担忧,中国正加大从美国购买玉米的力度,推动芝加哥玉米价格上涨。 美国农业部周四公布的数据显示,上周,全球最大玉米进口国中国进口了20万吨玉米,这些玉米准备在9月1日开始的玉米季出货,为去年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。 尽管中国本周仅是第四大买家,但这笔交易引人注目,因为中国一直在从乌克兰购买物资。 中国也是美国大豆的主要买家,购买了逾80万吨大豆。 美国玉米向全球所有目的地的销量超过200万吨,而此时玉米价格正处于2012年创纪录高点以来的最高水平。 巴西预测机构Agro Consult主管安德烈佩索阿Andre Pessoa表示,美国是中国填补可能的玉米供应缺口的主要替代选择, 因为全球第二大玉米出口国巴西的销售增长空间有限。 Pessoa说,总体而言,随着战争升级,过去几周美国、巴西和阿根廷的玉米需求飙升,但最近采购放缓。 他说,巴西将在3月和4月出口约200万吨玉米,这在这两个月很不寻常。 芝加哥玉米期货延续涨幅,此前美国公布出口销售数据,国际股物理事会International Greens Council下调了战争导致的全球供应预期。 5月交割的小麦期货上涨3.2%,至美普什尔7.5325美元,小麦上涨2.2%,大豆上涨1.2%。 从基本面角度看,小麦和玉米的情况不同,米尔沃基·Brock Associates市场顾问兼负责人David Brock表示,玉米市场将关注未来几周的播种规模。 另一方面,我们离东小麦收获还有几个月的时间。 人们越来越担心,天气问题将在短期内继续给现有供应带来压力,尤其是在农作物收成不佳和物流中断的情况下。 由于拉尼娜现象,阿根廷农民决定减产。 另一方面,巴西农民在大豆作物方面遭受了巨大损失,但玉米产量仍可能很大,这取决于4月和5月的天气情况。 在农民需要为春季作物播种投入资金之际,化肥运输可能出现更多中断,这进一步支撑了价格。 现在关注编辑实验室,与全球最新的财经信息保持同步。